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纵 像这个十字 也是这样 左边这个玉子要收 右边要放开 像这个镇子也是一样 左边收 右边放开 我们看一下第十五法 左斜右正 左边是斜的 右边是正的 这一束笔要直 左边这个公子要让他斜 左边的公子如果斜正了 那这次就难看 好 像这个随字 也是一样 注意的是这个随字 右边的四横 第一是间距要相等 另外的前三个前三横啊 应该是须结 于这一束笔应该要须的结 下边这一横必须要实结啊 要实实在在的把它结上 要从这一束笔领出来 我们看一下第十六法 对等 平分 就有些字啊 不分 谁情谁重 左右结构字啊 包括一些上下结构字 几乎让他基本相等 大小高矮 差不多 这个差不多 并不是指 有些字 他这个高不能高过去 都应该一样 不是 即使他高过去 他分量上并不重 你比如说 我们写一个体育的体育 身体的体育的 这个 咱写啊 咱写啊 或者写一个体育的体育 他发生了 那个体育的体育 很光滅 她不被含 其他人 现在 等等 我可以 这一个体育的体育 怎么可能 这一个体育的体育 是 有些人 需要 观伙 板 多年 笔画多笔画多的字相对的笔画要稍稍细一点啊 就看这个字左右结构分量应该差不多 不应该写的左边过小右边过大 更不能是左边过大右边过小 他们两侧呢 两边这个组成部分呢 上下宽展应该都差不多 分量都差不多 下面我们说下第十七法左右对称啊 左右对称就是一个字啊 往往他有一种无形的左欲右 当你写一个人字一瓶一瓶啊 这是分出左右了 他有些字几乎不好分出左右了 但是有点 写完之后你一定要感觉上他很对称啊 他总是有些地方需要有个左右呼应关系 请不吝点赞啊 啊 你比如说 这一横 背部要拉这么长 短一点行不行 都要写成这么短 可以不可以 啊 可以 但短了他不好看 为什么 显得他这么空一下 因为右边有这么一横 他需要左右 都要有这么一个对称啊 都有一个对称 比方说啊 再比方说 啊 这个字念 今天的金啊 书法当中特有的一种议题写法啊 是这样 这个一体字啊 当然了 现在呢 是讲究规范啊 让大家都认识 但是书法本身并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去认识他啊 书法的目的 往往是通过书写来表现书者的啊 一种情感啊 一种取向 或者一种追求 他并不是想推行这个简化字啊 推行简化字 推行那个规范字 他并不是这样啊 书法本身并不包 不包含着这些东西 那有时候你写字我不认识 那王岐志写的字拿到现在好多同志也都不认识啊 那你不能说王一珍的字不可取 为什么呢 好字我不认识 不能以你认识不认识被标准啊 这是我们搞书法应该要知道 要能够正确对待的问题 当然了 我们写的并不一定都要写一体字 但是再偶尔写一下 也是为了这个继承这个祖国这个文化遗产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啊 第十八法 主笔基柱 为什么说是主笔基柱呢 因为几乎是任何一个字里边 都有一笔是主 其他的笔呢 其他的笔块呢 为辅或者说为宾啊 宾主嘛 为宾为辅 只有把主笔写好了 其他的笔画 才能根据这个主笔来进行安排和设计 啊 说到这一点呢 我给大家写一个啊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啊 文武的武 啊 你为武的武 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这一树 这一钩啊 他肯定是主笔了 为了让主笔写得出这么个效果 其他前面这些笔画 都应该为这一笔来服务 啊 要突出于他 你不能把前面这个写得太大太散 太大太散 后边这一笔 这一组笔 你就突出不出来了 啊 比如说这个鞍 鞍子肯定这一横是主笔啊 鞍子刚才我们说到了 这是上收下转 这属于上收下转的字 宝盖千万不能写大啊 呃 其实说你不那么写 写一点啊 那样的一个宝盖 也是不能写大啊 为了突出这一横 这个其他地方写得尽量的安排的 呃 周到一点 这说来这很很微妙 书法艺术好多东西 是用语言的则表达不出来的啊 表达不出来 那没有法子 说古人有时说说话 就用其他东西来比喻啊 实际比喻出来之后 也让你感觉上 这个不好不好说啊 也不好理解 只有没法子 这只有是写的多了 时间长了 自然就会理解了 我们台上第十九法 中宫收紧 任何一个字啊 都有他的中宫 中宫是什么 就是他中心点 一定让他中心点的这个 这个是部件 让他要收拢的 特别紧 报 有些同志写过这字啊 看出他的伞 你为什么伞呢 就是因为中宫没有收紧 啊 中宫没有收紧 啊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啊 好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说这个固字 这个中文字在哪呢 是在哪一笔上呢 在哪一笔也不好说 他只是说在这一片 这一带也就在这 哪 自己说你点一下 也没法说 只能是一种感觉 就是一定要围绕着这种中心 往外放射 往外放射 让他一定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抱紧 左右结构的字 一定要紧 上下结构的字 也一定要靠得要紧 注意这点 千万不能把它写撒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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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像这个 啊 在一些字里边 有些地方需要收 有些地方需要展 啊 有些地方需要收 有些地方需要展 不能都是收 也不能都是展 啊 比方说 你说这个像啊 比如这个像 读一读写的像的时候 这个木刀爬的这一横 木刀爬这一横 必须要长 如果这个木刀爬这一横 如果你要写短了 那这个像 你就不好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 呃 可以展开的笔画 所以呢 你在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一些 可以展开的笔画 尽量能让它展开 在写的时候 可以展开的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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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些字也是一样 有些地方让他收 有些地方让他斩 再有就是 凯书有没有迁丝 就是我们现在谈到 第二十一法 迁丝粘连 在凯书中 在我们手写当中 特别是凯书当时稍微写快点的时候 它容易产生一些迁丝 你比方说 比如说 像这些地方 它就有个迁丝 包括这些地方 有一些迁丝是可以的 当然了凯书迁丝不比太多 实际上呢 行书按照书法 法则来讲 行书不一定 需要写的很快 也就是说行书不一定快 凯书呢 也不一定就慢 我现在写的是因为边讲解边去写 这个 这样写出来呢 稍微可能感觉慢一点 笔画上也并不是十分的规矩啊 因为讲的时候呢 还要是考虑到 要告诉大家 特别是初学者 哪些法则上是哪些注意事项 分担一部分经历 如果单独要是写的话 速度上比这写的还要快 可能还要快一些 再比如 实际上呢 从笔封上来看 它是应该要有牵丝的 可是呢 写的说呢 往往不把这个笔封拉得过长 啊 牵丝不过明显 但是这里所说的牵丝啊 这种年连 也实际上就是指 它笔封之间的一种 营救关系啊 呼应关系 这一点呢 大家在写的说呢 要住着意 就是说笔尽不能断 比如我们说 笔尾尽断了 c 断了 不是呼吸这个气断 是笔尾的意态上 不能断 啊 应该要注意这一点 写字呢 写了半截 去看别的了 然后再回来 再写 那次就断了 应该是意义把它写完 再一下我们谈一下第22法 邪报穿插 在左右结构的字 如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为了使他中功收紧 他在笔画安排上有些需要 他们互相之间有一种穿插 他有一种穿插 这样的话使得他更加的紧凑 比如 这个字是感叹的叹 叹气的叹 叹气的叹字的反显 他这种字就是需要让他们几乎连在一起 你比如说像这一批 几乎要挨着 甚至于让他过到这一点 也都没有关系 他这类字就属于 你深入到我这里来 我深入到你呢 你就去 使这个字连成一种整体 就是加强他的整体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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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下面呢 我们来讲一下第二十三法 大小读句 大家请看一下这个教材 什么叫大小读句呢 那就是笔画多的字 它的个儿就稍稍大一点 笔画少的字呢 它的个儿就稍稍小一点 你比如说这个囊字 它笔画多 它就 个儿就大一点 王子笔画少 它就相对的要小一点 这个鹰 这个公 玉儿 羊 这都算了 你就看 它因为笔画多少不一样 往往决定的 这个字的个儿大个儿小 这点好像大家都明白 都明白 但是呢 有些初学者呢 荣誉 荣誉把这些个 笔画少的字 写得很大 写得很大的 他觉得太小 实际摆在一起呢 他就不好看 里面把它写大了 啊 这是做一个比喻吧 我们在大街上 看到一对恋人啊 一男一女在街上走 我们一看 哎 这两人很 很合适啊 看着 两人身材 大小合适 那个大小合适 往往指的是男人比女人要高那么半头 如果你让男的女的比较个儿一边高 那显着女的就个儿就大了 显着男的个儿就小了 看着那么和谐合适 就是因为他也应该有大 应该有小 啊 这点呢 大家务必注意 有许多初学者呀 我看写这个笔画少了字的时候 把它写得很大很大 想跟他跟笔画多字凑成一边大 这就难看 啊 我给大家写一下 你说这个日子 在这里 他应该是这么大 那好了 如果我要写一个笔画多的字呢 啊 笔画多的字呢 笔画说啊 повтор 我现在途画到我放下来 chten君很疯露了 可以厉害 是样子 夢图眼 的 比较 但是 就是 比如说服务的物 这是繁写的物 那他就应该比他大这么多 如果你把日子也写成他这么大 那就难看了 这是大小独具法 就是说我呢 说这些是给大家提个写的 你在写的大字小字 比划多少的时候 要想到这一点 说下第二十四法 连撇撑撑法 连撇 就是在一个字里 当出现好几个撇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们 感觉上不一样 不能像轨道一样 像铁轨一样平行的 你往哪撇 我往哪撇 那不行 应该让他所有的指向 以及这一撇的写法上 要有变化 你比如 我们写反正的反 书法当中的反是这么写 这是片 这是第二片 第二片和第一片 指向不一样 写法也不一样 还有就是 像这个 比如我们写个反复的覆 双利人 大家看 双利人的写法 不光是一长一短的问题 是他们的行笔方法 与他们匹的指向 是不一样的 这一定要记住 再看 这两片 这两片 也是这样 啊 皮的指向不一样 当然好多次 还有很多的皮了 一定要把它变开 啊 一定要把它变开 比如说电影的影 电影的影后边的三皮 也应该让他写的不一样 指向不一样 啊 一定 不能像 呃 刚才我说的铁轨一样 啊 并行 你往哪边指 我也往哪边指 那不行啊 必须要错开 我们谈一下第25法 三度呼应 啊 就是在一个字里 当有三个部件 凑在一起的时候 要让他们之间产生一种 必让 营救和呼应这种关系 啊 应该让他们感觉的是 合理一体 单独写出哪一个部件 都不能称其为一个字 啊 比方说 我们写一个 啊 这个 壁啊 壁海蓝天 这个壁 上面这是王字 啊 应该是 应该是个宅玉 啊 这是个玉字 啊 现在咱们通俗都念王 啊 你这样看这个字 还没有完了 他必须还有东西 啊 他必须把下面这个东西写完 他才看这个字 才够完整 有一笔 有一笔没有写完 这个字 他就似乎 还是没有完工 所以呢 我们写字呢 往往是这样 一下笔的时候 就似乎是在为最后一笔做铺垫 没写一笔 都是为了最后一笔 去去完成 所以要有这种感觉啊 不是说我写这笔我就不管下班 不是 是你一入笔 一下笔 就惦记着最后那笔去怎么去写 就要去这去安排 这次写出来就感觉上就是有一种整体感了啊 就精神 啊 看这个生字啊 生一字生 这是在书法当中我们经常遇到的 他也是一样 三者一定要紧凑啊 一定要紧凑 但是这个生字呢 要是上展下收的字 上面又不能写的太紧密啊 所以呢 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们之间的安排 我们来谈一下第26法啊 勾替 避刃啊 这个替字呢 呃 是一个走字啊 呃 起来的起啊 就是这个走字 走字呢 这边加上一个姓宅的宅 这个字念 踢 当跳跃的意思讲 但这里呢 我们特指 是他的脚的一种 跳跃感 勾替啊 就是勇字八法里边 说到了这个勇字 一点一横一竖 勾 那个勾 替法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写高的时候 特别是OT的高 千万不能大 一定要小 小耳尖 越小 越显着 接应 越小 越显着风 风力 避刃嘛 像匕首啊 刀刃一样 看两点 这两点的点法应该不一样啊 勾虽然是右点 但点法不一样 咱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勾 像这类的勾 千万不能大 大了啊 就 不说是你大了就无事OT了 也倒不能完全那么说 大了之后写出这个字 还是不好看 显着就散了 好 好 好 大家注意看这个洞 这个洞子这沟准确来讲 跟这个并不属于一类 但是他同样一式都不能写得太大啊 注意OT的高 一定要小 小而尖啊 要有脚有狼 就是谈到了我们前几 前一盘呢 我们说到了这个笔法的问题啊 就是这笔没有写好 在我刚才给大家示范当中啊 也是一笔就写了 这笔没有写好 但是方法对了 他就可以看得过去 啊 方法不对 你就是把它描出来 他也不对 他看的也不是那么回事 再有 在写 咱们再说一下 第27法 为而不读 为而不读 就单指的是这个口 不管大口小口 这个口啊 在有些情况下 并不是全部啊 有些情况下 他并封的 封的并不是很严实 他总要敞开一点 你比方说 比如说这个约啊 比如这个约 上面敞开一点 为而不读啊 为而不读啊 手不易困 就是在他写的处 要让他留一点 呃 出气的就 当然了 欧阳心在好多字里 他也没有 啊 他背的很严实 很什么 但是这要根据 你当时写字的 整体的一种设计 安排来考虑 但是可以有些字 留一点口啊 比如 啊 眼目的目 啊 眼目的目 当然 上面口可以封上 啊 可以封上 呃 但是也可以不封上 不封上了 显着呢 更稍稍的感觉上 呃 活过一点 啊 我们再说一下 第二十八法 笔画增减法 啊 古人呢 曾经说呀 呃 笔画如果要太多 写的时候呢 就应当呢 把它减少一点 笔画如果要太少 就应该增加一点 要照这么说的话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的 那不等于是改字的 你怎么等于在 在编字 在造字 啊 实际上 他后边还有一句话 啊 他说呢 就是 必须是 前人 有这么写法的 才可以 告诉你 你不能自己编 要大家都自己去编 那就麻烦了 第一字 我写的一笔 我觉得太单 啊 我呢 把它 这个 再增加一笔 行不行 增加一笔 就无念意义 啊 有些字 我们自己不能编 必须是古人留下的东西 啊 这是没有法子 中国书法讲的传统 中国文字 也是讲的传统 离开的这传统 完全自己 随心所欲的去创造 那就不称其为 什么东西 啊 啊 比方说 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个字啊 就是流水的流 啊 你看这三点水的写法啊 大家务必记住 三点水不是太好写 啊 流水的流 你看这个字啊 凡是右边这个这个写法 上面少一点 凡是遇到这类的字 古人都这么写 都少一点 啊 都少一点 这就形成了 书法当中一种特定的 专业的一种写法 当然你说我加一点 行不行 也可以 啊 也可以 但是古人很少这么去写 啊 这么写出来 确实感觉上 他还有一点味道啊 这里头还有看重 多久 天他 子画的 一种柔和 有点 在这种 的那种 有点 有点 臭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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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点 比如说这是词 这是词子 这是简笔 流的是简笔 词字呢 就是增笔了 增在哪了呢 增在了右边这个辛苦的心 多写了一横 欧阳荀也好 颜真卿也好 欧阳荀 颜真卿 柳公全 赵母福 他们写的辛苦的心 都写了多写这一横 当然了 后来我们新华字节选择的时候呢 就选了两横 也有写两横 选了两横 两横呢 称了规范字 多写一横呢 称了一体字 但是书法当中还保留着它 还保留着它 写这一横呢 多写这一横的 写着这个字比较严谨 而且呢 我们写的时候呢 像这个辛苦的心 这一横不能长 要短 第二横是更短 第三横才长 这是一个基本法则 不能错 不能给它搞错了 你把这横写的最短也不行 把这个写 写到了第二个长度 也不行 这个写成最短 也是不行 必须按照这个程序去走 错过了这个程序 这个字就不好看 啊 我们为了说明这问题 再写两次 比如说我们写下 大海的海 好 实际上呢 里边这个母字啊 应该是母亲的母 但他把它写成了物 啊 就是这一撇 带起来两点 哎 他这种写法呢 也是古时候传下来这种写法 啊 这个写法就是好看 如果点两点 这个字确实不好看 啊 古人这种造字 这种写 在好多成分上 是为了这个字的美观 比方说 我再写一个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这个则字 也是这样 下面这个姓呢 姓福的姓呢 古字贴上 碑刻上都是一样 一般的都写成了三号 不是两号 写成三号 大家呢 这类的东西要掌握一批 再写出它这个字来的呢 增加一些这些味道 显得呢 这个字呢更活泼生动一点 有关 二十八法的 这个结构问题呢 我就谈到了这么多 谈这么多 因为时间关系呢 谈的并不是 很详细 如果有些朋友 如果说还有些不太理解的 可以把这本书找来 找下这本书 来看一下 里边的我讲的 更仔细一点 更详细一点 书里边的内容也很多 也不光是二十八法 还有偏爬 部首啊 这个其他的些法则什么东西 大家看一下 我想会有意无害 有关我的肩价结构 二十八法呢 就咱们先谈到这儿 在下一集里面呢 我们开始分析一下全篇的作品 也就是章法解析 我在章法解析当中的 关于全篇的作品的创作 你注意哪些事项 我要做一些示范 并且呢 要做一些简单的讲解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谢谢大家